大家好,欢迎来到智慧书谷,祝大家愉快地聆听每一期的读书内容。 今天要为你解读的书是《你想飞吗?像鸟一样》,副标题,一座关于飞行的纸上博物馆。 很多人都做过关于飞行的梦,梦中的我们能自由地翱翔于天际,如今,飞机、热气球等装置早已能帮我们实现这个梦想。 而电脑游戏和虚拟现实头盔更是可以让我们以第一人称的视角体会飞行的乐趣。 飞行这件事对于人类已经是家常便饭,但是如果你仍然会好奇,我们地球上的生物是如何征服天空的呢? 那么这本《你想飞吗?像鸟一样》将能为你答疑解惑。 书中探讨了鸟类、昆虫、蝙蝠等各种生物的飞行机制。 以及人类如何利用自然界的飞行原理来设计飞机等飞行器,从而展示了自然和人类创造力的奇迹。 本书的作者是大名鼎鼎的演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 他的大作《自私的基因》想必你早就读过或者听说过。 道金斯是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也是当今最知名的科普作家之一。 这本《你想飞吗?像鸟一样》继承了道金斯以往著作的风格。 不仅语言通俗易懂,还借助各种生动的案例,将他自己的观点娓娓道来。 同时,这本书中的很多思想都承接了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的观点。 感兴趣的读者也可以去听听西马讲书之前的解读。 《说回你想飞吗?像鸟一样》这本书。 在书里,道金斯从飞行的角度再一次对生物演化进行了深刻而有趣的探讨。 如果你对生物演化、飞行等话题感兴趣,那么请一定不要错过这本精彩的著作。 今天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展开,对这本书进行解读。 分别是,生物为什么要飞?它们如何飞?以及人类如何飞? 好,那么咱们要聊的第一个话题就是,生物为什么要飞行? 对于生物学家们来说,当谈论为什么生物会出现某个特征时,往往会指向一个答案,那就是逝者生存。 生物为什么飞,那肯定是因为飞行有利于它们的生存。 而且只有生物个体更好地生存了,才能将所携带的基因传递下去。 咱们就以昆虫和鸟类为例,来看看飞行能带来多少生存的好处。 这些好处归纳一下,可以概括为能让它们吃得更好,住得更安全。 首先一点,毫无疑问,飞行能力可以加大动物获得食物的能力。 按作者的原话说,就是翅膀是一件优秀的工具。 花朵会分泌花蜜,而花蜜又是很多小昆虫的重要食物来源。 如果有一双快速扇动的小翅膀,显然能更好地在花朵之间快速转移,从而方便它们采蜜。 这些昆虫会飞行,那么以昆虫为食的燕子之类的小鸟自然也得飞起来。 比如,作为捕食昆虫的能手,羽燕就是飞行专家,它们的双脚几乎一辈子都不沾地,甚至还发展出了空中交配的技巧。 体型更大的猛禽则会飞到更高处,配合上极佳的势力,它们能在超大的范围内搜寻食物,比如物旧。 它们以动物的尸体为食。 如果你在电影或视频中看过这些大鸟,会发现它们往往是不慌不忙地在高空中盘旋,毕竟它们的食物自己是不会移动的。 但并不是所有的鸟类都能如此气定神仙,比如糖鹅这种鸟类,它们的体长可以达到一米五以上,是世界上最大的海鸟之一。 它们会以俯冲跳水的技术来捕猎小鱼。 在捕鱼之前,糖鹅会翱翔查看大片的海面,当发现鱼群的痕迹后,它们就会快速俯冲,直接扎进水中来抓取小鱼。 在冲入水中时,糖鹅的食速甚至可以达到90公里,也就是说,鸟类摄影师如果想要清晰捕捉糖鹅入水的画面,就必须得用上高速摄影机才行。 这当真可以称得上是自然界中最帅气的捕食场景之一了。 当然,如此帅气的俯冲入水也是有代价的。 糖鹅的这种俯冲跳水行为其实会对它们的眼睛造成损害。 随着跳水次数的累积,很多糖鹅老了之后会因为眼睛出问题而没法存活。 所以长时间来看,俯冲跳水的行为会缩短它们的寿命。 但是,如果它们不进行跳水,那么寿命会更短。 因为一旦失去了这种特技的能力,它们就没法跟海鸥之类的鸟类竞争,很快就会饿死。 所以,当看待一种生物的演化选择时,我们要从利益得失的角度来看。 以演化论的观念来看,生物的成功意味着它们能在死亡前成功繁衍,从而将基因传给后代。 如果一套基因能够让年轻的糖鹅更好的捕食,吃得更好, 那么这些基因就会被成功地传递给下一代。 虽然这可能意味着糖鹅在年老时会加速死亡。 这种基因层面的利益权衡还有一个更极端的例子,那就是油损。 它们往往以极快的速度去捕食小鸟。 在捕猎时,油损可以加速到时速300公里以上。 如此高的速度肯定会带来极大的隐患。 稍有不慎,油损也许就会撞断脖子。 但显然,油损也采取了与糖鹅一样的利益取舍。 除了加大获得食物的能力之外,具有了飞行能力,也能让动物更好的自保,或者保护幼小的后代免受骚扰。 对于鸟类来说,高处的位置往往是较为理想的栖息地。 在这些地方筑巢、孵旦可以最大程度地躲避猫、狐狸等捕食者的威胁。 所以,许多鸟类会在树上搭建巢穴,翅膀就成了它们重要的运输工具。 翅膀帮助它们迅速飞上树枝,运送草料和建材,以及喂养雏鸟的食物。 有一种叫做三指欧的海鸟,是极端的悬指专家。 它们会专门挑选一些悬崖峭壁上的突延或石缝来筑巢。 这些突延,别说陆地动物了,就连其他很多鸟类都不容易接近。 另外,飞行的第三个好处,就是能让动物更快地进行长距离迁徙。 对很多动物而言,找到适合生存的地点的收益会超过迁徙的成本。 以鲸鱼为例,它们喜欢长距离迁徙去寻找较冷的水域。 这里会有大量的营养物质从海底生上来,从而吸引小鱼。 所以这些区域就如同是鲸鱼的自助餐厅。 同样的,对于很多鸟类来说,四季轮转,意味着最佳的觅食或栖息场所也在发生变化。 所以,它们会选择脱家带口去往更好的地点。 在各种迁徙的鸟类中,北极燕鸥无疑是佼佼者。 每年,它们都会从北极圈出发,飞行将近两万公里到达南极圈,再从那里飞回来。 这场浩大的飞行,它们只用两个月的时间来完成。 要在如此短的时间移动如此远的距离,也只有用上飞行这种手段才行。 那既然飞行有这么多好处,为什么不是所有动物都能演化出翅膀呢? 甚至有些鸟类还会放弃飞行的能力。 这个问题还是要从收获与付出之间的利益权衡来考量。 对于很多生物而言,飞行所带来的收益并没有那么划算。 有了翅膀反而会阻碍它们的生活方式,或者就算翅膀对它们有用,也弥补不了飞行会带来的损失。 此时它们就不会选择飞行,甚至有些动物即便带着飞行的基因仍然舍弃了飞行的能力。 以蚂蚁为例,在一个蚂蚁群中,只有蚁后和熊蚁能飞。 不过,熊蚁往往在跟蚁后交配后就会死去。 而当蚁后飞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建立下巢穴后,也会放弃飞行,甚至还会把翅膀咬掉,从而安心的产卵摘在巢穴里。 在蚂蚁窝中,蚁蚁负责干着搬运食物等杂活,但其实每一只蚁蚁都携带了一整套蚁后的基因。 有人研究过,如果把蚁蚁换成蚁后的生产环境来抚养,它们就会长出翅膀。 可以说,所有的蚂蚁都有飞翔的基因,但是蚁蚁不会激活这些基因,显然,爬行更适应蜿蜒曲折的蚁穴内部。 而且,飞行是一种相当耗能的行为,一个蚁巢成百上千的工蚁,如果都开始飞行了,那么蚁巢中总体的能量供给将严重失衡。 从集体生存的角度来说,对于蚂蚁族群而言,最经济的方案就是让工蚁们放弃飞行,这未尝不是一种成本和收益之间的权衡取舍。 鱼之类似,在一些偏远的海岛上,鸟类也会甘愿放弃飞翔。 如果有海鸟登上了遥远僻静的海岛,它们会发现,在这里飞与不飞其实都差不多,因为没什么危险。 如果这些小鸟中有的刚好携带了翅膀小的一些特定基因,说不定反而会更成功,因为它们可以省下很多用来生长翅膀的能量和资源, 从而能投入更多到养育后代之中。 这些后代也将继承那些略小一些的翅膀。 经过很多世代的积累,这些海岛上的鸟类翅膀就会不断萎缩,并最终无法飞翔。 而且这些放弃飞行的鸟类往往体型会比较大,因为那些原本用于维护翅膀的能量被节省下来,转而投入进身体的其他部位。 还是那句话,生物演化问题有时可以看作是一个计算成本和产出的经济问题。 总体而言,有的生物选择飞行,是因为飞行对繁衍的好处超过了它所带来的风险。 但如果飞行的收益低于所要付出的代价,生物们也会放弃翅膀。 那么,第二个问题随之而来,对于那些想飞的生物,它们要如何飞起来呢? 或者说,它们要向着什么方向演化呢? 以最直接的道理而言,一个生物的表面积与体重的比值越大,就越容易获得飞行的生力。 对于想飞的生物来说,它们的演化方向要么是减少自身的重量,要么就是利用大表面去兜住空气。 在介绍生物们的演化策略前,咱们先来一点简单的数学题。 比如说,现在有一些边长式1的积木小方块。 如果你要推一个边长式2的大方块,总共需要多少这种小方块呢? 答案是8块。 这意味着,两倍大的方块,其重量是单块积木的8倍。 接下来,你要给这些方块的表面涂上颜料。 假如涂满一个小方块的颜料用量是1份,那么涂满边长式2的大方块所需的颜料是多少呢? 不是2份,也不是8份,而是4份。 随着物体变大,它们的重量会增加到原来的立方倍数,但它的表面积却只会增加到原来的平方倍。 如果放到生物领域来说,生物的体积越大,那么它的表面积相对于重量也就越小。 所以,对于想要起飞的生物来说,就必须要想方设法地减轻重量。 如果你变身为一只小小的昆虫,那要起飞是很容易的事。 只要一阵微风,你就能在花草树木间飞翔。 当然,即便如此,你还是要有翅膀。 此时的翅膀作用不是用来提供动力助你离开地面的,而是用来帮你调整方向的。 会飞的最小昆虫叫饼翅卵蜂,它们的长度不超过0.25毫米。 这个尺寸有多小呢? 稍微粗一些的头发丝截面都可以当作它的停机瓶。 如果用显微镜去观察这些渺小的生物,会发现它也长着薄纱一样的翅膀。 饼翅卵蜂在飞行时,每秒要拍打数百次翅膀,来帮助自身调整飞行姿势。 当然,生物圈还有着无数的大个子,毕竟变大的好处有很多。 在弱肉强食的自然界,小家伙很容易被吃掉。 如果个头大一些,不只能抵抗强敌,甚至也能下退同物种的对手,从而抢到食物和配偶。 那么,如何让大一些的动物飞起来呢? 那就得把它们自身的表面积扩大到不成比例的地步。 而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把自身体积中的一部分铺成一个大平面。 以蝙蝠为例,它们的翅膀其实就是一层薄薄的皮膜。 如果你仔细观察蝙蝠的翅膀,会发现支撑这层薄膜所需的骨头,其实就是蝙蝠的手指演化出来的。 这里作者提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演化过程其实是很会投机取巧的。 或者换句话说,演化更倾向于在现有的基础上进行微调,而不是发明全新的东西。 蝙蝠的老祖先们已经有了一定的骨骼结构, 它们只要再演化出一层薄膜,把现在的架构稍微改一改,就能起飞了。 在这里,作者也指出一个有趣的点,那就是,很多画家在画天使或者神明的形象时, 都会将它们描绘成背后生出双翅的人类造型。 但这就意味着,身体要创造出全新的骨骼去支撑这对看似美丽的翅膀, 这无疑是一种极为浪费资源的行为。 所以这种形态不可能在演化之路上走得长远。 说起扩展表面积,鸟类的羽毛无疑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作者甚至把羽毛称为自然界的一个奇迹,它们又轻又柔又强韧。 有了这些羽毛的加持,鸟类可以不用长出太多骨头来固定翅膀, 从而可以大幅地降低体重。 而且,羽毛之间彼此滑动,能把翅膀打开成扇子一般, 并快速地变换形状来适应不同的飞行姿态。 当然,羽毛使用起来也是有代价的, 那就是这些羽毛要不断打理,保持整洁有序。 否则,乱糟糟的羽毛到处支冷, 会让鸟儿在飞行时控制不好气流, 无法精确转弯或者控制速度。 也就是说,不爱惜羽毛的小鸟, 结局要么是补不到猎物,要么就是被天敌捕获。 但即便有了羽毛这种神奇的飞行道具, 要想拖起较大的重量也很不容易。 比如,有一种叫阿根廷巨鹰的大型鸟类, 它们的重量跟一个成年男子相同, 而其翅膀足足有八平方米, 这样才能支撑起自身的体重在空中翱翔。 这个面积已经接近于现代的运动降落伞了。 提到降落伞, 这里还要提一个和我们人类相关的知识, 那就是扩大表面积这个生存策略, 其实不只适用于在飞行之中, 对于很多大块头动物的其他方面来说, 也很有必要。 要知道,动物无论大小, 它们的细胞尺寸都差不多, 大型动物也只是有着更多的细胞数量而已。 但是,这些动物体内的所有细胞都需要获得氧气和营养, 所以对于大动物而言, 如何持续不断地给众多细胞提供氧气和能量是一个难题。 什么意思呢? 比如一只小蚂蚁, 它体内的每个细胞其实都离空气不远, 所以氧气不用伸入体内就可以被吸收。 而一个成年人类有30万亿个细胞, 这些细胞中只有特别小的比例能跟空气直接接触, 所以大动物就得创造足够大的表面积来捕捉氧气。 对人类而言, 这个大表面积就是肺。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肺, 会发现它的内部有着如同大树根须一样的分叉结构, 这些结构的终点就是被称为肺泡的小枪式。 人的肺部有大约5亿个肺泡, 如果把它们铺开, 面积将近有篮球场那么大。 除了吸收氧气的肺, 我们体内的血管更是夸张, 它们要给所有的细胞运输氧气和营养, 所以就要演化出巨大的面积, 来让血液接触到全身的细胞。 如果把人体中的血管全部连起来, 能绕地球三圈还不止。 我们再说回飞行, 降低重量增大面积, 这些其实只是生物向着飞行演化的大原则, 而真正的飞行过程则更为精细复杂。 比如,很多鸟类是靠拍动翅膀飞行的。 如果仔细观察, 你会发现, 它们的翅膀并不是简单的上下挥动, 而是一种向下扇风和向前推进的复合动作。 不同的鸟类这些复合动作的姿态也不相同, 这些动作背后有着独特的物理机制, 而对这些物理机制的深入理解, 也能帮助人类实现飞行梦。 这也就说到了我们今天的第三部分内容, 那就是人类如何飞行。 在这一部分中, 我们还会聊聊, 对于飞行这件事, 生物的自然演化与人类的科技探索究竟有何一同? 人类的飞行方法大体可分为两类, 分别是向上推送和向前飞行。 首先是向上推送, 前面提到了, 对于重一些的生物, 表面积够大是飞行的前提。 所以, 人类最初的所谓飞行, 其实就是模仿自然界中的生物, 来给自己增加额外的表面积。 按照这个理念设计出来的, 就是滑翔伞和降落伞。 只要有一个大的表面, 那么不用付出多少力气, 就能滑翔或飘在空中。 在大表面的基础上, 人类还想进一步克服重力, 进一步向上升空, 此时就要借助一些外力了。 最早获得的助力就是热空气和氢气等比常规空气要轻的气体。 实际上, 人类第一次真正的飞行, 正是借助了这种方法。 1783年, 在法国巴黎, 蒙哥尔菲耶兄弟制造了一支热气球, 并顺利完成了一次升空。 据说, 他们是在火上烤干衣服时获得的灵感。 他们看到, 热空气会脱着衣服飞向天花板, 而且使用这些比空气轻的飞行器来升空, 完全是人类的创意。 自然界中还没有发现什么能够飞行的气球形状的动物。 后来, 人们学会了更多产生上升助力的方法, 比如通过快速旋转螺旋桨来产生生力, 从而诞生的直升机, 再或者干脆是喷射火焰的方式。 用这种朴素的原理制造的火箭甚至可以把人类送上月球。 向上推送之外, 另一种人类采用的飞行策略是向前飞行。 这也是我们日常中最常见到的飞行方式。 普通飞机获得胜利的方法是迅速向前飞行, 从而抬升自身。 这其中涉及两个物理机制, 分别叫牛顿方式和伯努力方式。 当飞机飞行时, 机翼在前进的过程中会略微上翘, 而超高速度产生的强劲气流会将机翼拖起。 如果你曾经在一辆行驶的汽车中尝试过将手伸出窗外, 那么一定会有类似的感受。 就是当你的手掌稍微倾斜时, 就会感到风在把你的手向上抬起。 这就是所谓的牛顿方式的一个简单例子, 也是飞机获得胜利的主要方式。 除了这个牛顿方式, 还有一种作用叫伯努力方式。 伯努力是一位生活在18世纪的瑞士科学家, 他提出过一个发现, 就是当气体流过一个表面时, 这个表面的压力会变小。 我们日常生活中就能看到伯努力方式在发挥作用。 比如你在洗澡时, 会发现玉帘总是被往里吸, 这是因为洒落的水流带起了向下的风, 形成了一股气流, 让玉帘内侧的压力降低, 所以玉帘就会被吸进浴室中。 当然这里的吸要打个引号, 其实它是被外侧较高压强的空气推向里面的。 如果你坐飞机时恰好坐在窗边, 飞行之中仔细观察机翼, 会发现机翼并非是平平的一块, 它们的前缘比后缘厚, 整个截面形成一个弧形。 在空气快速掠过机翼表面时, 在机翼上方空气的流速会比机翼下方的快, 因此在机翼上方的气压要比机翼下方的低, 这就产生了压力差, 形成了一个向上的升力, 从而托起了飞机的翅膀。 总之, 借助向上推送和向前飞行两种方式, 人类终于能够实现自己的飞行梦, 像鸟一样飞翔于天空。 对于飞行这件事, 作者还特意将人类的工程设计和生物的自然演变做了一下比较。 人类飞行器和生物在飞行时, 背后的物理机制都是相同的, 但是工程设计和演化设计存在着很多区别。 首先, 当碰到一个难题时, 人类完全可以从零开始构思全新的方案。 比如喷气发动机发明者, 名叫弗兰克·惠特尔, 他在设计喷气式发动机时, 完全不用依赖当时已经成熟的螺旋桨发动机, 而是从头开始在白纸上进行全新的创造。 而在自然界中的演化可做不到这点, 演化只能逐步改进, 始终要以现存的生命体为基础。 此外, 人类还能进行模拟验证。 比如当工程师们面对一个问题, 他们可以把所有可能的解题思路都写下来, 然后在草纸上演算, 在电脑上模拟, 甚至还能做出几个小模型, 在实验室中观察模型的表现, 直到筛选出最好的方案。 然而对于动物们来说, 这个过程要慢得多, 动物界的研发动辄要几万年起步。 很遗憾, 动物们没有草稿纸也没有实验室, 它们所有的改变都要通过个体的基因突变与重组。 比如, 一个基因突变就能让一只小鸟的飞行速度稍微快一点, 那么它就有更大的概率逃过捕食者的追捕, 从而存活下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有利于飞行的基因在种群中逐渐增多, 而不利于飞行的基因则逐渐减少, 因为携带不利于飞行基因的动物更容易死亡, 无法成功繁殖。 当有利飞行的基因在种群中积累了很多代, 甚至积累了数百万年之后, 我们看到的就是鸟类在飞行上的每一个细节都得到了优化。 翅膀和尾巴都具有最适应环境的形状和大小, 它们或可如同子弹一般快速穿梭, 或可在数千米的高空自由翱翔。 虽然自然演化神奇且优雅, 但动物要通过数百万年的时间来缓慢改进自身飞行的能力。 而在科技进步和工程能力的加持下, 人类改进飞行器只要以年为单位, 就会取得不断的进展, 成为了地球上飞得最快飞得最高的物种。 其实,除了在飞行这件事上, 人类在很多方面也大踏步地追赶, 甚至超越了自然界中的生物。 你还知道哪些方面呢? 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最后,在书的末尾, 作者探讨了飞行的意义。 作者认为, 飞行的意义是在于让生物突破现有的舒适区, 它将其称之为一种向外的冲动。 如果回顾历史, 这种向外探索的冲动不仅体现在飞行之中, 它还贯穿了生物演化与人类文明的整个历程。 数亿年前, 也许正是这种向外的冲动, 驱动鱼类登上陆地, 数万年前也是这种冲动, 驱使着我们的祖先走出非洲, 迈向新的土地。 即使在今天, 这种冲动仍然存在, 这种冲动正推动着我们飞向太空, 探索宇宙。 也许, 科技本身也可以视作一次飞向未知的伟大旅程, 它一路带着我们观察遥远的星系进入微小的细胞, 甚至能穿越时间的长河, 了解宇宙的起源和未来的演变。 而在未来, 科技的进步还会继续化身为人类的翅膀, 带着我们飞到更远的未知世界。 好, 你想飞吗? 《像鸟一样》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儿。